的话,我们就是要再来撰写对应的程式 怎么写?一,一样切到 Visual Basic 二的话,打开你的表单 那程式应该写在哪里呢? 特别之后,程式要写在这个按钮上面 因为我们是当什么? 当输入这些输入完毕之后 然后按下什么?按下新增 新增的动作就会帮我把资料放到我指定的位置 OK 那接下来呢,该如何撰写对应的程式? 一,请你直接在按钮上点两下 点两下,特别之后,这按钮嘛,新增 点两下 它就跳一个什么? 自动会跳一个叫什么 这个Priorate Sub的Command 1 Click 意思说,而且特别注意 这个是私有的,不是共用的 之前的话是Public,共用的,或者甚至没有 那这边的话呢,特别注意,它这个是只能够在这个表单里面被执行 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Sub,你会发现这个也是一个Sub 意思说,程式当你按下这个按钮的时候,它会逐一逐一的去帮你执行 那首先的话,后面,我们大概会需要完成底下五件事情 所以有的时候,我干脆先把那五件事情 把它做什么?做一个注解 所以前面的话,单引号 第一件事就是把它输入的这四个东西 帮我怎么样?输入到指定的这一列 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情的话呢 就是在自动带出 这边总共有四个,自动带出这三个 再来的话就清除什么?清除之前填的那四个资料 那最后游标呢,再帮我放回到第一个去 因为它要从头再填写 然后并且,框线再帮我画上去 因为可能,将来也许,这边的话框线 我现在是,这已经是先画了 我把它先清掉了 比如说假设,它画到这里 可是如果你要新这一列的话 底下这一列也要再把它画上去 这样的话,才会感觉这个表格是完整的 突然多一个感觉怪怪的 那怎么做?首先的话,第一个我们来分别看一下 第一步,程式写在这里,新增点两下 那怎么样把资料带过来?首先第一个 我们必须怎么样?把资料放在哪里? 放在这里,第八列 所以理论上是什么? 把后面的资料放到前面去 所以放到前面,前面的话就是Sales 我要把它放在这里,这个储存格 第几列?第八列? 逗点? 第几栏呢? A栏,对不对? 那里面要放什么东西呢? 放这个里面的东西 这个叫什么?这个叫Test Box 1 这叫Test Box 1 里面的资料就点Test 所以你就是在这个地方 跟他讲说,帮我把Test Box 1里面的资料点Test 帮我放到哪里呢? 放到这个第八列的A栏里面 OK,然后再来的话呢? 所以底下的话 B栏放什么? 放Test Box,应该是这个叫2 这叫3 如果你按照顺序应该是1234 如果没变的话 除非说你有Delete调过 假设说你那个顺序不是1234的话 那你要照这个上面的Name的名称来改 然后我这边是刚好1234 所以我就想拿这个程式直接把这一行复制一下 贴2个、3个、4个 总共有4个栏位嘛 所以我就把这边改成A、B、C、D OK,总共有5个栏位 然后分别放Test Box 1、2、3、4的资料 OK,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填 可是问题来了,怎么样? 如果我填完之后 当我现在填了一列上去之后的话 那当然第一次OK了 可是问题来了 如果我现在填完之后 又继续填第二个输入资料的话 那怎么样? 那变9了 那如果你又8的话 那不是又盖过去? 那不是永远都第8列? 所以怎么办呢? 这时候你需要一个变数 那这个变数 特别是要怎么去追踪 所以我在这上面多一个变数叫R R等于什么? 向下追踪 特别是怎么追踪 记得A1里面 如果你里面是空的 记得填系名两个字 Ctrl向下 那我之前有跟各位讲 Ctrl向下这个动作 就是一个追踪的动作 追踪到之后的列告诉我 那这个程式该如何写 特别是从哪个储存格 我用Range Range里面的话 跟他讲哪个储存格 帮我把游标放A1里面 那你点一下 它里面有一个属性叫END 这个END的话有点像Ctrl键按住 Ctrl键按住 然后呢 前刮户 Ctrl键它就会出现什么? 上下左右 有没有 XL DOWN 意思说 帮我游标移动到最下面 最上面 最左 最右 所以我们XL DOWN 后刮户一下 如果你写这样的话呢 它会帮你游标移动到A7的储存格 但问题我不是要移动啊 我是要 你帮我把 现在最下面一列这个7这个数字告诉我 好 那我怎么告诉你 特别是后面再加个点Row就可以了 点Row它是一个属性 就是把资料放过来的意思 什么资料 就是这个7这个数字 帮我把7这个数字哦 放到哪里 放到这里来的意思 所以你会发现哦 这个时候Row的话就是7了 那所以哦 我们这个应该 假设啦 以后如果7那不就把第7列盖掉 所以怎么办 加1不就好了 所以哦 R等于向下追踪之后 再加1 那我就直接把这个什么 把这个8改成R就好 这样它就怎么样 它就每一次都会自动向下 如果我新增一列的话呢 它又会再一个 有没有 向下追踪 如果我第8列有了 它就会变第9 第10 第10类推 OK哦 那你可以试试看 假设我执行一下 那这边就是AA enter 然后8随便填一下 然后按新增的话哦 有没有发现 它就填进来了 那当然啊 它这边现在我们还写完 因为理论上应该把它们清掉 游标放上去 但是我还没写 所以我自己先改一下 改个BBB 有没有发现BBB了 然后再改CCC好了 新增 有没有 它会一直往下追踪哦 追踪到那个列的效果都OK了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自动产生之后 所以这个把它先删 因为我们程式还没写完 所以呢 我们再来 后面的部分的话 一样新增点两下 再来的话 自动产生什么 这个 哪一个 这个 这个是平均成绩 跟合格不合格 还有这个多重的这三个栏位 那问题这三个栏位的资料怎么过来比较快 其实几个方法 其实最聪明的办法是 直接拿这个 其实这边的话就先删以后 这边把它改成1栏 1 然后底下的话就是直接一样复制 然后把这边改成什么 改成F 改成G 那其实这个时候后面到底放什么比较好 其实用公式就比较快 那公式从哪边来 其实你可以从这边 1栏里面的公式在这里 你可以把它复制一下 取消 再贴到这个里面 那我前面讲过了 如果有双引号的话 你要自己先把它改 它刚好没有双引号 这个的话也是一样 这个一样是要有双引号 就贴之前一定要把它取代 不过因为这个双引号好像只有四个 我自己手动来一下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我这样改比较快 那再来这个 哇这个太多了 这不行 这可能要一定要用的嘛 用记事本来转 所以一样记事本的话 就是从哪里呢 这个附属用程式里面的记事本 贴一下 把它编辑 取代 一个 变成两个 全部取代 然后把这个复制 一样贴到哪里呢 贴到这个程式的 这个位置 不过这个 这个边要取消一下 不然你会 点不到这边 但是问题来了 这边里面的2 一样要改成什么 不会改成I 应该改成什么 改成R 有没有 可以同意是吧 之前是改I 现在要改R 因为我们是在哪一列的位置 所以改的方法 跟改I是一样 还记得口诀吧 算号两个 移到中间 and两个 移到中间 加个R 不要加错了 加个R就对了 OK 然后空白 当然 其实如果你做好一个之后 这个2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都可以拿这个来复制 双0号到双0号 用贴的比较快 不然的话你可能要重来 我是觉得不要花时间 如果你怕做错 我建议还是慢慢来 慢工出细 我反正都做久了 你就比较 不容易出错 OK 宁可慢一点没关系 但是就是不要出错 因为 前面讲过 程式 真的差一点点都不行 好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就改完了 所以只要有2的地方 就把它改 好 改完之后 再来就清除资料 清除什么资料呢 把那个testbox 1 2 3里面的资料清掉 那怎么清 很简单哦 把testbox1里面 点test 等于什么 没有东西 这样就OK了 好 所以1个 2个 3个 4个 好这样子 然后把这边 第2个 第3个 第4个 然后最后游标放回到哪里呢 放回到testbox1 那怎么放回去 很简单哦 testbox1里面 有一个方法 叫做什么 游标放上去 叫set set set 是什么 focus 游标就放上去了 OK 所以这边把它点一下 好 那框线我这等一下再加 不然这太复材 应该可以懂我在做什么吧 所以 接下来我们就写完了 拿去试试看哦 那我是 建议游标这边 我这边设个中段点 不然跑太快 你们可能会看不太细节 执行 然后这边就 AA 我先打一个没有错误的新增 那我的射中段给它停在这里 好 现在R现在还没产生 按F8 R里面现在放多少 8 对不对 没错 7 因为追踪到嘛 这个东西的话追踪到是7 有没有 然后加1 刚好就8 意思就是说放在第八列的意思 然后呢 把这里面的东西 AA 帮我放在 这个的A栏 所以如果执行这一行 A栏里面东西就有了 B栏里面也有了 C也有 D也有 有没有 OK了 然后底下的话呢 再来什么 再帮我把那个 这个被挡住了 所以把它执行 三个公式丢过去 然后再来做什么呢 把这个里面的资料清空一下 因为这里面的话 我要把这边的资料清空 清空的话就是等于空字串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里面没有了 游标帮我放回去 闪一下 这样就OK了 所以你会发现 最后游标就停在这个位置 好 但是其实还没完成 因为这个框线 有没有 还没画出来 不过这样已经差不多了 我要再试一下 BBB 好 按新增 这边中段点拿掉 知心 OK 有没有 然后再CCC 如果你这样看到 已经差不多雏形就OK了 已经可以用了 只是说框线还没画上去而已 那请各位试试看 我刚刚讲的这个程式 稍微多一点点 不过 大致上都在云端上可以找得到 你们可以到云端白板上面的 这个哪里呢 下面这边 刚刚写在这里 第三页 有没有 就是1到4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